卧槽居然是大翔 那老子刚刚吃下去那么多肥肠 岂不是都是吃的大翔 陈女士你的外卖到了 侯总怎么是您给我送外卖呀 我真是太荣幸了 小陈啊好好干 下个月给你升职加薪 谢谢老板 小陈你叹什么气啊 侯总我被欺负了 小区门卫视那个胖子 每次他值班看到我都对我吹口哨 还经常偷吃我的外卖餐 偷吃你外卖 可我不是送进来了吗 你送的是奶茶 他不喜欢喝 那你再点一份餐试试 如果真是这样 我给你出头 好的 麻烦开下门 我送外卖的 是什么外卖 哪户的 干锅鸡 三零二臣女婿的 你放我这吧 外卖不让鸡 好的 好吃好吃 不过这小娘们怎么点这么小一份 都不够我塞牙缝的 太过分了 走 找他理论去 我外卖呢 别又说不见了 你的什么外卖 哎呀 刚才是有个外卖送过来了 不过让一个黄毛给拿走了 什么黄毛拿走了 早上你也是这么说的 我这外卖还能一天让人偷两次的 我看不会是你偷吃了吧 外卖老 你别血口喷人啊 哼 我这就去投诉你 去去去 尽管去 我叔叔可是物业经理 我才不怕你呢 一个臭租户还赶得我逗 以后只要老子吃班 你的外卖这辈子都别想吃到 怎么办侯总 别担心 他不是嫌分量太少没吃饱吗 咱们让他吃个够 维维姐帮我做份外卖 这样不好吧 没事的 反正也是给流浪狗吃的 而且你在外卖单上面备注一下 此外卖特供流浪狗食用 他人严禁务实就行 然后让其他外卖小哥送到 那行吧 师傅开下门 我送外卖的 哪户的 什么外卖 302陈女士的 干锅肥肠 大份的 哟 哟 那娘们又点了 还是大份的 这回够我吃了 哈哈 放这吧 外卖不让进 好的 此外卖特供流浪狗食用 他人严禁务实 你才是狗呢 这么大一份干锅肥肠 还不得七八十了 这小娘们还挺会吃的 快看 她吃了 猴总 那外卖到底是啥呀 还能是啥 秘制奥里给呗 我却这肥肠可真的啊 一吃就知道是新鲜食材 咦 怎么嚼着嚼着 有一股臭味啊 卧槽 居然是大翔 那老子刚刚吃下去 那么多肥肠 岂不是都是吃的大翔 幸好还有瓶饮料 可要给我述述口 怎么有股骚味 不会是尿吧 我靠 老子不仅吃了香 还喝了猴尿 针你马耳鲜 主人 这人怎么在喝小奶猴的尿啊 太恶心了 我有点顶不住了 真是活该 叫你偷我外卖 你个臭娘们 点的什么破外卖 搞得老子食物中毒 今天要是不赔 我药费和精神损失费 老子给你没完 什么叫我点的外卖 搞得你中毒 你不是说我外卖 让别人偷走了吗 所以你这是承认 自己偷外卖了 这我 我不小心搞错了 吃了你的外卖怎么了 大不了我赔你外卖钱 可劳资的医药费 和精神损失费 你怎么赔 告诉你 没了三万块 这是没完 这件事跟他有啥关系 你不偷吃 不就没这些事了 他点的外卖害我中毒了 不怪他怪谁 就算是小偷 去他家偷东西 受伤了或者挂在他家了 那他都得赔钱 别以为我不懂法 劳资专业偷吃数十年 没两把刷子 能混这么久吗 给我等着 劳资现在就报寻补 刚刚谁报的 是我报的 哎呀我去 怎么这么丑 你到底吃了什么 嘴里怎么有一股 大响的气味 这人故意点了一份大响 害得我食物中毒 我要他赔偿我的损失 寻补先生 是他自己偷吃 我的外卖 才食物中毒的 我有视频为证 我偷外卖 我可以赔钱给他 可他知道我会偷外卖 还故意在外卖里动了手脚 难道不用赔偿我的损失吗 故意动手脚 他备注上可写的清清楚楚 这份外卖是他拿来喂流浪狗的 可你非要偷吃 这也能怪他吗 小子 别以为就你懂法 我堂堂世界首富侯天宇 岂是你一介平平斗得过的 这么说 这是人家小姑娘没有任何责任 反倒是你 你偷外卖属于治安事件 要对你予以行政拘留处分 赶紧去刷个牙洗个澡 然后跟我们走一趟吧 叔 你可算来了 这俩人欺负我 快被我主持共闹啊 臭小子 你闯大祸了你 老板 对不起 是我没教育好我侄子 让您受委屈了 老板您放心 我这就让他滚蛋 叔 你干嘛叫他老板 难道 这个臭送外卖的是我们灌篮物业的 没错 他不仅是你的老板 还是我的老板 我们华夏几乎百分之八十的产业 都是他名下的 想跟他斗 也是斗不过的 去吧 跟许母叔叔去吧 去了就别再回来了 这下归大了 不仅吃了猪的饥 喝了好多尿 还得进去喂文子 现在连工作也丢了 我也太惨了 这下归搜身 是有一斗 小千年 拜托 乱 gon